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 好不好 看看前后所有弟兄姐妹 看起来像母亲的说 祝你母亲节快乐 哈利路亚 那今天是一个 特别的日子 那位特别想到 在圣经里边 有关孝敬父母的教导 我先读过一篇文章 就说了说基督教 是一个不好的宗教 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说呢 基督教呢 是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宗教 很多台湾来的弟兄姐妹 特别他的父母亲 非常担心儿女信主 所以去到教堂以后呢 我们以后老了以后 坟头长满了草 没有人去打理 所以好多人非常担心儿女信主 怕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结局 但圣经却不是这样讲的 在十诫里边 在初来以佛所说 当孝敬父母 是你日子在耶和阿所赐的地上 得以长久 所以耶稣服侍那么劳累 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懂得托付自己的母亲 让门徒去照看 那第二个攻击基督教的理由 就是说基督教呢 是完全西方的文化 其实不是 如果你要看圣经 非常符合东方的文化 东方的语言 东方的逻辑 耶稣的比喻 你可以在中国的古代的故事里边 看到那个缩影 那相反 佛教呢 确实从西方来的 所以西方取经这个话是对的 项目师从事考古 那如果你要看佛教 进入中国早期的一些历史 你就知道我讲的是对的 山西云港石固 是最早的佛教 进入中国的一些遗存 你看那些佛像 完全是西式的 高鼻 深目 头发像海螺 是卷卷的 那到了河南的龙门 就过了几百年 佛像开始变脸 鼻子变塌了一点 眼睛变细了一点 看起来比较像国人的模样 再过几百年 到了隋唐 就完全是中国话 单眼皮和小牧师一样 他鼻子 长耳朵 所以我看到 很多时候呢 有些误解 使我们对基督教 产生一些偏见 那第三所的基督教呢 不太通达 人间的道理 说人是活在天上 没有在世间 耶稣说 你们要管天上的事 不要管地下的事 你知道吗 耶稣是道成肉身 从天上来到地下 所以你我今天 不只是天国的子民 而是要活在地上 也要道成肉身 向世人展现 你是如何面对生活 得胜的 今天我讲三个 母亲的榜样 在讲之前 我就讲到两个 有名的人 论到母亲的一些故事 一个是比尔盖茨 就是微软的创办人 有一次中国的 电视的主持人杨兰 采访的时候问他说 请问你在一生当中 是你创办微软 或者是创办这一个 慈善事业 哪一个是你最重要的呢 他说这两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两个女人重要 一个是我选对了一个 非常贤惠的妻子 第二呢 我有一个好的妈妈 妈不是选的 但是我有一个好的妈妈 所以推动摇篮的手 推动世界 所以每一个伟大的 一个男士的后边 有两个女人 妈妈重要 太太也重要 阿曼 所以旁边先生对太太说 你很重要 那第二个呢 就是讲到莫言 他是中国第一个 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他生活在山东 一个农村里边 他的母亲 非常普通的一个农夫 不识字 他的母亲 非常普通的农夫 不识字 他的母亲 他小时候长得非常地丑 他长大之后也不漂亮 但是很多人就是说 既要他 长得丑陋 他回来就哭着告诉妈妈 妈妈说 你不要哭 上帝给你给的是最好的 你不缺手 不缺脚 你要自强 他以后好好多做事 不要多说话 可能就因为他叫个 他就自己起名叫莫言 别乱说话 但是很少人知道 莫言的妈妈 是一位基督徒 所以母亲非常重要 那孝敬母亲呢 更重要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在除外记二十章 第十二节 请 那这里呢 我们第一个要讲到 耶稣的母亲 那耶稣的妈妈 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 天主教把玫丽亚捧为圣人 向玫丽亚激功 向玫丽亚敬拜 向玫丽亚祷告 那东正教也差不了多少 但基督教呢 我们否定玫丽亚的神性 甚至呢 有一点点排斥 但今天呢 我们要给玫丽亚证明 就恢复她当有的地位 第一个 她是一个顺服的榜样 当玫丽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还没有正式被迎娶的时候 天使说 蒙丹的女子 恭喜她了 你要怀孕生子 那个时代 对未婚先孕的这种惩罚 和这种看法是 决然和今天不同的 一个犹太的夫人 没有结婚 没有引起 就怀孕了 不是大恩是大祸 你知道吗 但是玫丽亚怎么回答呢 但玫丽亚有千万个理由说 我不能 我不肯 我不愿 但她说 我是主的使女 请问什么是使女 我们这个时候在中国说是 使唤丫头 就是仆人 主人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所以玫丽亚不只 今天是她顺服 一生 玫丽亚顺服 请问值得不值得我们消防 所以是那些 是我们的 但今天我们是 有条件的顺服 今天我们是有条件的顺服 部分的顺服 partially 和我义 我完全顺服 不和我义 我完全推翻 但玫丽亚确实 默默承受 一心跟随主 第二种 玫丽亚是一个 毅力的榜样 当耶稣刚出生后不久 就带她到圣殿里边去 就遇到两个老人 所以我们就称她为 圣经里边的圣诞老人 我们所看到那些圣诞老人 那种给你送糖果 都是假的 这是真的 一个是亚娜 就是一个老妇人 还有一个西面 是一个老的一个仆人 他面对孩子 就发预言来祝福她 所以这个孩子 长大时候 让很多以色列人 因此兴起 让很多以色列 因此跌倒 然后说呢 这个人 他会成为许多 毁谤的一个巴柄 他的心里面也要被刀刺穿 这是哪里是祝福啊 如果说我母亲说 哎呀糟糕 我的孩子好命苦 我怎么这个样的命呢 那我这个妈妈也命苦 我要苦一辈子啊 你看圣经里面 不是这样 玛利亚知道 上帝所应许的 他必然成就 她一生做 主耶稣基督的配角 无论是服事 是宣教 在一般的家庭 在婚宴里边 他都极力去扶持 身在十字架上边 当耶稣被钉 满身鲜血的时候 门徒都跑光了 有几个胆大地 远远地站着 远远地跟随 但耶稣却 在十字架下 看着他的孩子 你要知道那个场面 是喊不忍睹啊 但是他却凭着毅力 默默地看着 心里边却承受 所以玛利亚 至少有两点 值得你我来效仿 第二就是摩西的母亲 也有两点 如果你要看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被称为 信心的英雄榜 所以圣经一口气 罗列了很多 信心为人的名字 从亚伯开始 一照亚伯拉罕 再往下边 但是都提到摩西的 父亲和母亲 Let's talk about Moses' parents 为什么信心的榜样呢 Why they are the example of the faith 摩西那个时代 那时候以色列 进入埃及已经四百年 When Moses that time is Era already into Egypt 400 years 法老过了一代 又一代 So after generation and generations 说事过境迁 You know the things changes 法老不再善待 以色列的百姓 So the new pharaoh doesn't treat Israel well 那时候他们就开始 恐惧 因为以色列 犹太的妇女 生养正多 So the Egyptians afraid of Israel because the Hebrew they multiply a lot 法老下令说 将男婴 统统杀掉 So the pharaoh have a command to cure all the Hebrew babies 不巧摩西 正好在这个时候 出生 They want to kill all the people male boy But unfortunately Moses was born 当时出生 就要被杀戮 如果一隐藏的话 就是连诸罪 So you were born you're going to be killed If you hide it you're going to be whole family going to be killed 神说摩西的父母 凭着信心 藏了三个月 So the Bible says that by faith Moses' parents they hit him 每一天都 担惊受怕 Every day they are sleeping 每一天都 可能被告发 Every day they maybe disclose 但是三个月的信心 保全这个孩子 But three months they keep this baby 孩子长大 哭声越来越大 So baby groan they're crying louder and louder 藏不住了 We cannot hide him anymore 房子隔音不好 That insulation in the room is not good 他妈妈就 平着信心 拿了一个葡草香 So the mother by faith uses a basket of papyrus 就是一个筐子了 But it's a basket 然后用石漆 就是那个磊青 Use some paint 因为中东 是盛产石油 那个时候 很多裂口 就流出那些黑油来 So you lose all oil to paint So I think 是最早 用石油的 他们用石油 来抹这个 房顶 弄水桶 So Ezekiel 这是 the early people to use the oil 所以摩西地妈妈 约级别 就拿来石油 白油 把这个草框 涂了一遍 So she painted this basket 就让孩子 顺和而下 So put the baby in the basket and follow the river downstream 你想 所有一个船 放一个孩子 性命都难保 但是摩西地妈妈 却能够凭着信心 把孩子 送到河里面 So by faith Mothis' mother did that 这就叫信心 This is faith 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因着妇女信心 神就成就 Because of her faith then God did something 然后孩子 顺和而下 When the baby downstream 然后就 飘啊飘 就飘到 这个 这个法老王 女儿的后宫 的院子里边 就后院 So the baby fall into near the Pharaoh's daughter's place 然后呢 这个孩子呢 就 恰巧就哭了 At that time it just happened she cried 早不哭 晚不哭 到她 公主呢 就哭了 She cried at the right time before the princess was there 法老女儿 正在河边 沐浴 So the princess was taking the shower 一听哭声 拿过来一看 哇 好漂亮的孩子 She heard and looked at the baby What a beautiful baby 就收养她 So she adopted him 那个时候 没有奶粉呢 There's no milk 只有办法 不能欠个奶牛 要找个奶妈来 So need to find a mother to milk the baby 神就预备 摩西的姐姐 介绍了一个奶妈 So through that Moses or a sister introduced her One 就摩西的亲母亲 亲妈变成奶妈 So the real mother become the mother for breakfast baby 你不要看 一个字之差 不一样 It's only one word So if your mother feed the baby nobody's going to pay you 奶妈就不一样 But if you're hired to feed the baby So she feed her own baby And she got paid And she got paid And she 重要的是 摩西的妈妈 不只是 凭信心的榜样 她也借着 这样一个机会 来教导 自己的孩子 Not only Moses' mother had faith Also through that she teached the children 在埃及 通常断奶 通常是四岁 到五岁 才断奶 换句话说 这个约级别的 有差不多 四五年的时间 和孩子 朝夕相处 Another word Moses' mother spent four to five years with Moses 我不知道她 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教导 而不知道 圣经没有讲 但我们看到 摩西长大以后 他对神的信仰 对选民的认同 Also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srael 确是刻骨铭心的 It's really in his heart 你要知道 这个非常不容易 你知道吗 You know this is not easy 在王宫里边 是世间一切的学问 You grew up in the palace It's all this secular world 但是他却能够牢记 他是希伯来人 But he can understand He's still a Hebrew 他知道耶和华 He know Jehovah 在当时 哪个民族强大 他们想 哪个神也强大 Back then If every tribe every nation is greater Then their God is greater too 请问埃及人 和犹太人 哪一个当时 比较强大一点 You know Egyptian and Hebrew Which one is greater 但是摩西 却不因着 自己民族的弱小 而否定自己的神 So he didn't see because Hebrew is under rule by the Egyptian But he still know God is greater 摩西的光 就很像今天 我们的美国 Moses are taught Just like America 在家里边 你可以讲教导的话 用生命来影响他 At home You can talk about Christianity 但是当孩子 到了学校以后 就好像进到 埃及的王宫一样 But we get to the children Get to the school Just like you get to the palace of Egypt 他们学尽一切 世间的学问 They learn all the secular world So don't just clicize the school is not good 而是你 没有用 言传身教 带自己的孩子 Because in that we see We need to pass our faith by our actions 摩西有一万个理由 他要埃及化 So in most of the time So that's the reason He want to become Egyptian 但是外边的教导 外边的学问 没有能够改变 摩西的心 But our world the secular influence didn't change his faith I do believe Moses' mother used her life to influence her baby 第三个母亲 就是萨姆尔的母亲 The third mother is Samuel's mother 也有两个榜样 Also two examples Is it what's Samuel's mother's name? Hannah Hannah 那个时候 Hannah呢 他的先生 是一个祭司 So Hannah's husband is also a priest 但是他却不生育 But she could not have baby 在当时不生育 是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Back then If you couldn't have a baby It's a very shameful thing Hannah 还有一个大老婆 每天气她 So that's another wife The husband has another wife So Hannah每天 以泪洗面 That's why Hannah every day she still has tears 痛苦都不得了 It's very very painful for her How在有一个 贴心的老公 Fortunately the husband take very good care of her 他别哭了 He said don't cry You have me is better than you have ten sons 真是很好的老公 It's a very very good husband But Hannah 却没有因为 这个话得安慰 But she still didn't really get comforted by that 她从哭泣 就变成祷告 So from the crying she become praying 在家里祷告 She pray at home 在店里祷告 She pray at the temple 她迫切祷告 She pray earnestly 她每年定期和先生 去当时的 这个圣殿所在的 这个地方 她去敬拜 去献祭 Every year she follow her husband to the temple to worship 甚至祭司 看她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 The priest Ely She's very strange 她祷告时候呢 直嘴唇动 没有声音出来 So she just handly just pray but no sound 很奇怪的末道啊 She's very strange the silent prayer 那祭司 我做了这么久的祭司 没有见过这样的祷告 这个夫人 可能不是什么好人 喝醉酒了 So the priest thought she was drunk Hana说 我不是 我不是那种 不好的人 我没有喝醉酒 So Hannah said No no I didn't get drunk 我祷告情慈破戒 Because I pray so earnestly 所以就在 世罗那个地方 神就听了 Hana的祷告 So at the shadow God answers Hana's prayer 是她一个孩子 So give her a baby 但是故事没有终结 But the story didn't end there Hana知道 她祷告蒙应允了 Hana know her prayer was answered 她要用感恩来回报 So she wanted to reply with thanksgiving 所以圣经一看到 没有讲到摩西的爸爸 讲到摩西的妈妈 把孩子带到店里边去 So the Bible talks about Hana brought the baby 把孩子献给神 She gave Samuel to God 只有今天我们教会 今天有举行 献应礼的这样一个 依据 So this is a reason we're going to have a baby dedication today 献应礼不是 婴儿受洗 Baby dedication is not baby baptism 而是父母亲 表达一个心愿 就把孩子一生 带到主的面前来 用神的话来教导 这样一种心愿 和心智 It should reflect the parents will want to bring the child to God 你要知道当时 其实做神的仆人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Back then to become Servant of God is not an easy thing So Hannah 愿意把 Samuel 奉献 给神来用 So Hannah want to offer Samuel 通常不会把 最好的献给神 As a Chinese we often didn't offer the best to God 自己觉得 没有用的 或者是不太顺手的 给神给 We give the God to the one is not really the best 那奉献也是这样 我们先把各种支出 算完之后 剩下就给 不剩下就不给 So offering is the same thing We put all the expense offers If we have let over to God If not then we don't We all like our children to be very very prosper We want them to be all kind of profession doctor lawyer accountant 很少有人说 孩子当牧师的 But seldom we wouldn't say they didn't become pastor 有一个东南亚 有一个家庭 很爱主的家庭 A family in Asia they love God very much 有三个孩子 The three children 老大读书 读的特别好 The first one very good at study 都是考A的 It's all A grade A 爸爸说 他要当医生 So father said he must become a doctor 但老二呢 功课不早 但算盘打得很好 The second one is good in number 这个孩子呢 可以借我家的生意 So he can take over my business 可以来 赚钱养家 So he can make money 老三呢 人老老是傻傻的 The number three is honest but not doing very well 功课很差 It's not good in his study 相貌很差 It doesn't look good 他以后当牧师去 Oh then go to become a pastor 幸好你入牧师 不是剩下的 Your pastor is not that over 奉献是每个弟兄姐妹 都要来经历的一个榜样 Offering is Everybody we need to experience that 那我们教会的 建堂 肖牧师深有感触 We deeply experienced it through our building project 过去我们都在述说 别人的故事 We used to just talk about Other people's story 那今天我要来述说 我们自己的故事 But today now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our own story 我们买地三百万 We purchased this land for three million dollar 建堂包括设备 大概三百五十万 还不止 To building this and equipment about three point five million 我们没有什么 大的金主 We don't have a big donor 我看多少个像 Hana这样 So many like Hannah 接程风险 They just offer what they have 我看有人把退休金 拿出来 Some give it the pension 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 The thing that when they got married 把婆婆 妈妈的嫁妆拿出来 So give the best from their parents 我们看到 砸锅 卖铁 一点都不为过 So they just take whatever they have for God So they just take whatever they have for God So they just take whatever they have for God So they打破香膏 我们看到 今天教会 充满了神的荣耀 So today we see That's why This church Filled with God's glory Today you want to serve the Lord Today you want to serve the Lord You want to serve the Lord So you need to learn this example For offering 那母亲节是1907年 有一个叫安娜的一个姐妹 她所倡议的 The beginning of the origin of mother's day is a 1907 a sister named Anna started 她终生为嫁 是个非常爱主的姐妹 She's whole life She's single But she loved God a lot 她想到妈妈一生 寒心入苦 操持家务 教养儿女 她觉得 要来纪念妈妈 She's going to remember how her mother worked so hard to love her 她就找到教会的牧师 和长老说 我想有一个节日 来纪念天下的母亲 She proposed this idea to pastors So can we use this to sustain all the mothers 牧师欣然答应 因为这正符合 圣经里的孝敬的文化 So the pastor agreed Because this followed God's teaching So现在费城 那个小地区 开始有母亲节 I started from the one small town in Philadelphia 直到二零 一九一三年 Until 1993 六年之后 终于成为 美国一个 法定的节日 So later 6 years later become official holiday So母亲节 就是要来尊容母亲 So mother's day is to honor mother 孝敬母亲 To pay respect to mother 来怀念母亲 To remember mother 如果今天母亲 还健在 If your mother is still alive 你千万不要 失去 孝敬母亲的机会 So don't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honor her 不管她 是在身边 还是在千里之外 No matter she's around you or far away 一通电话 One phone call 一个问候 A greeting 一个礼物 代表儿女的心 To reflect your love 如果母亲今天 走了不再了 If your mother is no longer alive 你要来怀念她 You need to remember her 因为母亲的 言行举止 会在后代身上 能够看得出来 Because mother's her life is going to be passed on to the children 那我今天特别 请姐妹姐妹 要唱一首 特别的诗歌 那是一首新歌 那很少有教会 唱这首歌的 The very seldom church 会唱这首歌 忘不了故乡 年年里花房 让白乐山港 我的小村庄 妈妈坐在梨树下 放着红香 我爬上一树枝 我爬上一树枝 问哪儿的花香 遥遥结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我在妈妈头上 我在房车上 给我幸福的故乡 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从翻了故乡 从翻了故乡 离花又开放 找到了我的梦 我一想中场 小村一切都依然 树下空荡荡 开满笔花儿 开满笔花儿的树枪 放车不再响 摇摇结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两行滚滚泪水 又在树下 给我枝 给我血绕的故乡 给我血绕的故乡 actors 有红山难忘 有红山难忘 有红山有红石 我不能忘 dela divine 结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我在马马头上 我在房车上 给我幸福的不孝 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摇摇接满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两行泪水滚滚 留在树下 给我薛绕的故乡 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给我薛绕的故乡 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谢谢姐妹姐妹 我妈妈是5月14号生的 礼拜一就是她的生日 她是2010年离开我们 所以母亲结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特别的日子 我妈妈的祝福是14号 所以妈妈的祝福是非常特别的 特别的日子 我妈妈的祝福是非常特别的